新北市瑞芳區活動有貓村的稱號 遊客可以搭火車 一路從平溪時分一直玩到活動 看山看水還可以來和小貓近距離接觸 疫情緩和邊境解封後 也有許多外國遊客 強來體驗不同的風情 可愛的貓咪 彎個頭或扭個腰 連吃東西都濃度爆表 讓來活動的國內外遊客 都停下來跟它近距離接觸 我要你去搖啊 這裡是新北知名的景點活動 它有一個特別的名號貓村 據說這裡最多層有300隻貓 現在除了有許多各式各樣的貓裝置藝術外 每家店也有特有的貓圖文 火車站屋頂上馬路邊 貓咪無所不在 可是當地居民有話要說 就是建議你不管是餵罐頭或是肉米之類的 都不建議就是你一次餵很多隻貓 因為畢竟是流浪貓 牠們中間會有傳染病 所以盡量你餵一個 那就是盡量把它餵完 不要這隻餵一餵再去餵那隻這樣 活動是台灣早期的梅香 雖然梅礦事業沒落了 現在反而因為貓咪成群 成為新北市觀光景點 遊客可以從平溪搭火車 一路玩十分瀑布 一直到活動看山看水 還可以來到貓控的天堂 回想礦村的舊時光 好